是在花蓮的災情 他受到這個低壓雲系的影響 花蓮連日是降下了豪雨 各地都傳出了 淹水跟土石流的災情 而在花蓮鳳林鎮復興路的林田橋 就是因為這個鳳林 溪水暴漲 導致了林田橋 有均裂的情形 為了避免民眾發生危險 正公所在今天早上的八點四十五分 來進行風橋 由於連日豪雨造成鳳林 積水是持續升高暴漲 鎮長也提醒族人外處要小心安全 避免到溪水的附近活動 以免發生危險